来,我们恭喜这个玩家获得10元现金红包一个 注意私信查收哦 24小时未婚红,自动作废 点赞评论转发,即可参与抽奖哦 天有多高,君有多骚 哈嘞好,我是狙狙侠 吃鸡里你玩过最多的一个地图是哪个 相信大部分小伙伴脱口而出的便是海岛地图 虽然现在在手游里有着大量的新玩法 以及全新的地图 但是玩家们对于海岛地图的热爱 那可是丝毫未见 而狙狙侠平时玩的最多的也是海岛地图 可能这就是爱吧 在我们玩海岛地图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海岛地图存在着大量破损的建筑 报废的高价 军事基地里也是破败不堪 后面还有着大量坠毁的飞机 整片海岛没有一丝的生机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在我们还没有跳伞之前 海岛就处于被摧毁的状态吗 这一切一切的疑问都要从头说起 通过翻阅大量资料 在乌克兰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切尔诺贝利 在这里有着一座报废的核电站 核电站周围的建筑和海岛地图内的某些建筑特别的相似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这个是学校游泳馆的 学校的篮球场 军事基地的高价 餐厅 还有这辆吉普车很熟悉吧 这个就是当时前苏联引进的吉普UAZ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建筑相似并不是巧合 海岛的真实原型就是切尔诺贝利 这是我主要是集团的 第一步乱梦 小伙法 谢谢 谢谢 只能 唯一 就能 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